地震发生当时你在哪里又在做什么呢 今天晚上全台摇晃 发生了规模6.3的强烈地震 而歌手江美琪当时正在彰化表演 我们知道彰化的震度是三级 他说他没有特别感受到地震的威力 但是当他从彰化要回台北的路上时候 他吓坏了 因为在这个苗栗三亿高速公路上呢 有一段路因为地震而崩裂了 艺人贾美琪在脸书上po文表示 天哪我们在高速公路上有一段路因地震崩裂 开了高速公路也发现高速公路的路上 有一些裂痕在想说 会不会是因为刚刚的地震的强度 比较大要造成地上的裂痕呢 短短一句地震文就在短短半小时 已经涌入将近400名粉丝讨论 当时在彰化表演的他地震阵度三级 在地震当下他坦言并没有感受到地震强度 但是从彰化回台北的路上 经过苗栗三亿路段 意外惊见地面裂缝 让他感到相当震惊 不过跟高工局以及国道警察队查证 该路段并未有崩裂问题 但是还是提醒民众地震过后 这两周都还是要小心五级以上的余震 开车行车都要特别小心 记者曾经去李爱寅台北采访报道